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由杰哥和敏仪主持的GM看世界 杰哥 这个星期我想是大家的焦点都放了在众议院选议长这件事情上 大家也都很多支持共和党的人不停地说很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议长选来选去选不出来 说回这个众议院选议长 我知道在去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 拿了多数议席在众议院 这个多数议席就多数有限的 众议院总共435席 现在共和党实质掌握的是222席 还有个别席位还在点票的 在民主党主政的州 现在还有个别席位还在点票的 不要紧 反正如果超过218票就已经是拿了众议院多数席位 这是条线来的 同样如果你想成为众议院的议长 都要拿到218票 还有就是你一定是多数党的领袖才行 其实我觉得以往我不知道 所以我要问 以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选来选去选到难产的 选不出的 有 刚好是100年前 1923年 真的吗 选了多久啊 投了9次票 其实共和党选不出议长 历史上是我们说最近的是2015年 2015年当时是共和党的众议院博立做议长 但是党内有一个叫做极端保守派 他们有个名叫什么自由党团 反正你知道是共和党里面比较强硬保守的那一派 他们就觉得张三 李 四 和 56 全部都太温和 只有他们那几个人才是最强硬的 他们对博立不满意 就要在党内罷免博立 博立作为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共和党政治人物 受不了这些这样的羞辱 那行了 我不做了 行不行 好了 那博立不做 谁做呢 就是今时今日 选来选去都没办法当选议长的麦卡锡 2015年麦卡锡就已经是紧次于博立的共和党众议院第二号人物 所以当时博立一路之下辞职麦卡锡才来选 这帮这样的所谓强硬保守派的自由党团 又反对麦卡锡 这次反对麦卡锡最坚定的几个骨干呢 其实都是当年在2015年反对麦卡锡的 不妨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几位先生好吗 我记得新闻报道说有19个人 19个人有些是跟着起控的 核心人物 大家记住这几个人 如果国下刚刚在他的选区投不投票给他呢 那你自己下次考虑了 第一个就是福吉尼亚州的众议员古德 古德当年就是坚定反对麦卡锡的 那这帮人当中的领袖叫做不格斯 是来自阿里桑拿州的 另一个就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培瑞 那这几个人是今次最坚定反对麦卡锡的 亦都是上次最坚定反对麦卡锡的 那为什么那么多其他人会起控呢 这个我们首先要大家讲清楚 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有一个叫做自由党团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强硬保守派 今次是这个自由党团里面 有很多骨幹都支持麦卡锡的 譬如说女众议员格林 格林这个政治人物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叫做女版川普 就是他自己标签自己是女版的川普 那说明他和川普的政治理念 都是很一致的 那川普通常被标签为什么 共和党里面的极右派 但是这些这样的 自己标签为女版川普的议员 今次都支持麦卡锡 所以不是整个自由党团里面 都反对麦卡锡 是自由党团里面的特别那几个人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 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盖氏 盖茨其实他是上一届国会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的 当选之后他曾经受到民主党的这个猛烈的攻击 当时很多这些左派媒体都大肆报道 这个盖茨曾经和这个未成年的少女发生关系 其实这件事很多人一看就说 哪个哪个跟一个16岁的女孩发生关系 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人的道德很败坏 其实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美国有些州的合法结婚年龄 其实是很小的 真的吗?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要20岁要多少岁 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美国有些州的合法结婚年龄 我记得好像是14岁的 哇那么小个? 是的 所以这个盖茨当时是不是违法 跟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呢? 不知道这个报道有没有被作实 没有 总之就说有个人跳出来指控他 你知道今时今日你在美国做政治很高危的 经常有人跳出来说你40年前强奸过去 所以当时这个风波就过去了 今次这个盖茨在竞选连任过程当中 就又再次胜选了 盖茨又是自称自己是川普的忠实粉丝 所以这几个都是所谓的强硬派当中 最反对麦卡锡的 所以在这个麦卡锡选来选来选不上的风波当中 很多人都会问 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争麦卡锡呢? 是的 我都想说这19个人为什么这么坚定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这样 都是坚定地去反对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人的言论 基本上可以说他们没有理由反对 那为什么要反对? 为反对而反对 就是这些人经常标榜自己是共和党里面最强硬的 最保守的 所以全美国只有他们是最正确的 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人正确的了 那比如说那个北格斯 北格斯是来自阿里桑那州的 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共和党众议员来的 北格斯本人有很大的野心 他想做这个众议院的宜长 但是你知道这次他得多少票? 多少票? 10票 那怎么做? 就是19个反对麦卡锡的人当中 只有10个人支持他 但是如果这样看呢 虽然麦卡锡过来过去都过不了那个门栏 但是呢也都没有人可以 就是不要说就是差一点点 差多一点点都没有 是差很远的 那其实选来选去会选不出的 不会的 那我们讲回2015年的事 2015年麦卡锡又是被这帮人反对 麦卡锡最终就采取了这个退选 就是他跟我博纳一样 既然你们这么不喜欢我 我都无谓去承担这个工作 所以就退选 退选之后找了谁呢? 就找了垂安 当时垂安是三十几岁而已 是成为了国会最年轻的这个议仗 但是垂安呢 基本上政治上没什么很明显的立场 是不是太年轻呢? 不是 垂安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 威斯康辛州是一个摇摆州 什么叫摇摆州呢? 就是说我不会是好民主党 我都不会好共和党 我更加想走一条中间路线 正因为这个垂安的所谓中间路线 令到2017年川普上任做总统以来 川普很多事情在国会过不了 因为垂安作为议长 他没有办法在国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说服本党的这个议员支持川普 可能欠缺了经验我觉得 我想这个立场 所以川普就说垂安根本就是共和党 控制国会众议院的一个灾难 现在2023年又来一次了 又是因为这帮人反对麦卡锡 反对麦卡锡的投票状况是怎样呢? 麦卡锡在前两轮投票就拿了203票 第三轮投票就拿了202票 咦?为什么少了一票?多了一个人不支持他? 因为是这样的 除了麦卡锡之外 那帮反对麦卡锡的人 就推张三、推黄老五、推陈小二出来选 有些人觉得我跟黄老五又这么熟 我就投给黄老五 所以麦卡锡就少了一票 是不是这样呢? 好了,是这样的 然后第四轮投票 麦卡锡就变了201票 这一票就不是说有人投给陈小二 投给黄老五 这一票是因为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就试图用这个降低门栏的方法 令到麦卡锡可以当选 所以他就投了一个叫出席票 就是你是国会众议员 你对某一个议案投票的时候 你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 但是你都可以选择不投票 就是我不赞成又不反对 但是为什么会降低门栏呢? 有什么关系呢?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聊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回到GM汉世界 结果刚刚说到 麦卡锡选了很多次 一直都过不了最低门栏 成为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刚刚说到第四轮的投票 由202票变成201票 但是这个201票 并不是说多了一个议员 是投给第二个人 而是他选择不投票 但是影响了这个所谓最低的门栏 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很简单的 为什么要218票呢? 因为国会众议院总有435个席位 218票就刚刚是多一票的叫做简单多数 是 如果有众议院的议员不出席 我不投票 那是不是人数少了? 是 人数少了 那你的门栏 是不是本来由218就降为217? 可以这样降的? 当年佩洛西在上阁国会 他当宣为议长就是这样的 其实共和党好民主党好 大家都知道 里面都有很多派系的 佩洛西也不是得到了全体 这个民主党人的支持的 因为虽然民主党好左 但是里面有些更极左的人 是呀 比如说国会的 民主党都有过他们里面的自由党团的 是他们的极左派 他们叫自由党团 大概你知道政治术语 看一看你怎样翻译 更加合适这个中文的语境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民主党里面的极左派 现在反对墨卡锡这帮 就是共和党里面的极右派 这两派都是政治立场比较强硬 或者有些人用一些负面的事情 用它比较极端 所以其实那帮人都反对佩洛西的 但是反对你有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你投反对票 令到佩洛西不够218票 所以他当选不了 另一个办法就是你不投票 就是表明我不喜欢你 但是我为了党的团结 我不投反对票 我又不投赞成票 我又不投反对票 令到总体投票的人又降低了 所以那个218的门栏也会降低 所以当年佩洛西是216票 当选为国会议长的 所以门栏是降低了 都拿不到218票 所以选择投出席票 不投票那位人兄是想帮麦卡锡 那其实多些共和党 其他支持麦卡锡的人 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不投票 那不行 你虽然门栏降低了 但是反对他的人 这个票数没有降低 但是他拿到这么多票 他都拿到200多票的 202票嘛 你要记得佩洛西当年都是216票 202票和216票还差很远 但是大幅度如果多些人不投的话 有一种情况可以 令到在有19个人反对情况下 麦卡锡都可以当选的 怎样呢 民主党人大批投出席票 民主党人 现在是201个人 投麦卡锡有212个人 投了现在民主党 众议院的新令就是 杰伐典里斯 但是呢 他都不可以当选为议长的 他的票比麦卡锡多的 他有212票的 你投这么多轮 他的票数稳定在212票 所以民主党就用这件事 讲给美国的选民听 我们民主党很脱结的 我们不像对面那个党那样分裂的 我真的觉得现在好笑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选民都希望 共和党可以赢到众议院和参议院 很可惜参议院是赢不到 但是众议院虽然是微弱 但是赢到大家都很开心 不过在今次选议长这件事上 我见到很多的选民 支持共和党的选民 真的很失望 你要明白 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当中 有些是共和党的坚定的支持者 其实共和党可以拿到 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 一定少不了中间选民的支持 现在对共和党最失望的 不是这帮铁粉 是这帮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希望共和党 成为国会多数党 想他们做什么呢 改变 第一不要令到拜登政府 那个疯狂的开支 就是要改变 这个年度开支去到1.7兆 接下来拜登可能会推出 更加庞大的开支 令到美国的国债不断上升 令到纳税人的负担不断增加 所以其实选民对共和党的期待就是说 我们希望你掌握国会多数 就不要让拜登这个行政权力过大 不要让民主党将美国 带去越来越左的地方 不要这些无道的开支 难发福利 令到我们的税务增加 简直是一个无止境的地步 是啊 好了 共和党知不知呢 其实共和党有些比较理性的议员 他都讲得很清楚 比如说斯卡利斯作为共和党的 众议院的第二号领袖 斯卡利斯讲得很清楚 共和党今年要推八个法案 两个这个决议案 这八个法案 共和党可以在国会众议院通过 因为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国会众议院是多票就可以了 现在共和党多4票 你团结话 你就可以通过 但是 这些法案去到国会参议院 一定被民主党将它包括了 因为参议院正常要有60票 现在民主党在参议院拿到52席 你何来的60票 可以过到你这些共和党的法案呢 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 中间宣民都很清楚 你们是没办法通过理想通过的法案 但是 你可以在众议院将拜登想通过 那些疯狂开支 你将它拿下来 多票就可以了 这个是选民对共和党的期待 好了 你现在给大家看到 你有19个人和整个党团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么想问一下 如果这19个人 下次在阻止拜登疯狂开支的 这些开支法案当中 这几个人如果站在党的对立面呢 那真的暈倒了 那么现在是不是变成了 民主党在国会下了 参众两院都是多数 这19个人 其实比中间选民最大的失望就是这件事 那么其实川普有没有影响力 可以令到这19个人转一转方向呢 这次这个19个人坚定反对麦卡锡 令到国会投了这么多轮票 都没办法选出议长 其实有很大的危害 第一个危害我们讲了 就是中间选民对共和党失望 中间选民对共和党 掌握国会多数之后 可不可以为美国的保守派的支持者做些事 为美国的纳税人做些事 开始产生了怀疑 这个是第一最大的危害 第二个危害就是说 当这个中间选民不再信任共和党的时候 下次选举共和党很可能会失去了国会参重两院控制权 就更加没有讲总统的选举了 第三个危害就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了共和党的分裂 于是提出一个疑问 川普到底在共和党里面有几大影响力 川普还是不是适合2024出来选总统 其实我觉得这次中期选举也都给大家看到 原来川普的影响力已经是减弱了 两体有些川普坚定的支持者对这个论调就肯定很反对 因为我一说他们就会留言来骂我 我觉得不理智而已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 这次中期选举川普背书了很多人 大部分人是当选了 但是有一些关键的位置就败选了 譬如港宾州的参议员 阿里索南州的参议员 阿里索南州的州长等等 还有这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 只是这几个关键位输了 所以导致现在参议员 民主党不单止没有失去议席 还增加了议席 所以这件事是今次中期选举共和党失败的一个标志 这几个人其实都是川普背书 所以说明川普的背书不能够令这几个人 在劣势的情况下可以在选举当中获胜 川普的神奇力量就受到质疑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今次反对麦卡锡成为众议院议长的 这几个最坚定的人当中 他们平时标榜自己和川普是完全一致的 譬如说我们刚刚说过佛罗里特州的盖茨 他是觉得自己是川普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 譬如说格林这些 他都标榜自己是女版川普 但是他都支持麦卡锡成 但是这个开始是坚定坚定的反对麦卡锡 好了那川普就出声了 川普说什么呢 他说所有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都站出来投票支持麦卡锡 那既然他已经出声 这19个人有没有人听呢 那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看看川普出声前出声后有什么分别 好吗 好 稍后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GM看世界杰 刚刚说到19个议员 在反对投麦卡锡成为众议院议长 川普终于出声了 希望他们投麦卡锡 那究竟他出声前和出声后 这些人有没有改变呢 川普出声前和出声后产生什么效果呢 答案是没有效果 这19个人依然坚定的反对麦卡锡 那是不是证明川普的影响力其实真的在减弱 最起码民主党和左派媒体是很喜欢理这个观点的 所以他们大肆宣扬 包括共和党里面的某些温和派 比如说前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 比如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领袖麦康纳尔 这些人都非常之 很乐意见到这个结论出来 因为他们和川普是不太对的 他们和川普在党内不同派别 川普2024会不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其实这些人是反对的 因为彭斯想出来选总统 这个是讲了很久的了 还有共和党的其他的温和派上出来选 但是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者里面有大量的基础群众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所以如果证明川普的影响力没有了 那是不是要提醒川普的支持者 其实你们支持川普2024是不会赢的 你们怎么考虑一下支持我呢 这个就是他们想在舆论方面达到的目的 但是事实这19位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是给公众这个印象 你说川普是你们的最有威望的共和党领袖 但是讲完之后你们又不改变你们 讲完之后你们是一个人都没有改 是一个人都没有改 如果川普讲完有三个人改了 那大家都可以说川普还是有影响力 其实大家最奇怪的就是 你这19个人 特别那几个很坚定反对麦卡锡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 其实在去年的年底 这帮人已经站出来讲的 就是当中期选举大局议定共和党 拿了超过218席之后 这帮人已经站出来说反对麦卡锡 因为麦卡锡在上一届国会是共和党 就是国会少数党的领袖 所以理论上 当这个少数党变成多数党的时候 麦卡锡是理所当然的领袖 那这帮人已经反对了 麦卡锡也都说很愿意跟他们谈 那你们有什么要求 麦卡锡也很愿意让步 所以现在大家要关注一下 你这帮人这么反对麦卡锡 到底你们想麦卡锡做什么 好了这帮人开始说 我们觉得多数党就是共和党 要罷免议长的门槛太高了 那这个门槛是什么呢 其实譬如说我是国会的多数党 那我们的领袖是议长 但是我觉得这个议长不满意 那我要提出罷免他 那在党内我提出一个提案 罷免他 罷免不罷免到呢 当然是党内所有的议员投票 那但是这个提案可不可以成立 可不可以令到这些党内的议员要投票呢 有个门栏 就是说有五个人以上提出这个罷免案 然后这五个人当中要有一个是这个党团的领袖 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共和党的领袖是麦卡锡 但是还有二号领袖 二号领袖是斯卡利斯 还有三号领袖 好像那个叫什么 Stephanie 他有不同级数的领袖 包括以前那个被共和党这个开除了的那个李子切尼 他都是第三号领袖来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罷免这个本党的议长的话 你就要有五个人 然后你要有个党的领袖 都在这五个人当中就可以罷免了 那所以这帮反对 麦卡锡就说不行 这个门栏太高了 领袖都是你们这帮人 你们肯定不会参与的 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们普通五个共和党的议员 就可以提案 都没开始就想罷免 那我都觉得有点 是不是有点离谱呢 那就好了 麦卡锡就说 OK 没问题 我同意 那有这帮人又说不行 那怎么不行呢 他说 因为你知道国会你是多数党 所有的委员会的主席 都是由多数党来做的 那这些委员会决定很多东西 譬如说这个司法委员会 我可以承纳一个调查 亨特拜登的特别调查小组 类似这些委员会 有各种不同的权利 所以这帮所谓的共和党强硬保守派 就说我们要在这些委员会 拿到这个主席的职位 真的 麦卡锡就说可以 你想要多少个 他们的答案说我要四个 那你知不知道国会 那些众议院有多少个委员会 有多少呢 七个委员会 七个里面他要拿四个 那就是很多了 所以你说这帮人 你总共只有十九个人 你就要占据在四百三十五个席位当中 你只有十九个席位 你要占据四个委员会的主席 我觉得太大贪了吧 麦卡锡都说可以 我将一些重要的委员会 给你做 可以吗 这帮人说不行 那你到底想怎样 四个 不知道 不知道想怎样 那我们就反对你 为反对而反对 那多无谓呢 难怪那麽多支持共和党的人 都现在很失望 我见这个社交媒体上 满篇都是对共和党的失望 当然是失望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几个人到底想做什麽呢 其实我认为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拿权 是啊 很明显 他们拿权的欲望 是贪得无厌 不单只要拿委员会的主席位 副主席都不能满足他们 然后呢 还要拿这个罢免议长的权 还要拿可以令他们自己 成为议长的权 这几个人呢 这19个人 他以为凭他们19个人 可以改变美国 他以为他们19个人 可以改变美国的政治 他们19个人 可以将麦卡锡 变成这个傀儡 他们19个人 可以令到美国 所有的政治领袖 可以变成傀儡 这些就是这个共和党 这帮议员的真实面目 比如说 戴茨 你知道戴茨 蠢到什么程度呢 这次这个共和党里面的内斗 哇 令到民主党很开心 当然开心 在看电影 其中你知道 民主党极左派里面有个四人帮 四人帮里面 有一位 原来是 柯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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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笑话的同事 这个戴茨竟然去找他 说这个场面 令到所有在场记者 感觉到震撼 一个是民主党的极左派 一个是极左 一个是共和党的极右派 两个最对立的政治人物 站在一起密密针 这么奇怪 针完之后 跟着 柯特斯又和另一个共和党 反对 麦卡锡的密密针 搞什么呢 大家都问 其实你们到底是真什么呢 是 所以那些记者就好奇到什么程度呢 就把这段影片给一些 这个唇语专家去分析一下 现在他们说了什么 想读信 我再次说 不用 你们不用猜 我告诉他们 在谈什么 他说 丐茨就走去问他 丐茨说 喂 姐 我听说 麦卡锡是盗主和人说 可以说服你们民主党人 投这个出席票 是 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大批民主党人投出席票 这个门栏降低 麦卡锡202票 203票都可以当选 丐茨作为一个 最反对麦卡锡的人 就很害怕了 他问我弟子 我听说麦卡锡说服你们 大面式投出席票 我弟子说 你放心 我们作为这个 空怀广阔的民主党 我们是不会见到你胜利的 我们不会见到你胜利的 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你放心吧 麦卡锡是抛你的 你继续反对他 没什么的 正路也是 民主党怎么会帮你 民主党怎么会帮你 固然是一个大家人所共知的东西 你这个开始有没有蠢成这样 真的蠢 你要不要去求民主党协助你 一起反对你本党的领袖 对吧 另外一个叫哥萨 又是今次坚定反对 麦卡锡成为议长的共和党议员 如果麦卡锡是权力太大 关萨底子什么事 谁知道萨底子站出来说 不是 他也是走来很害怕的问我 说我们民主党 是不是有一帮人 准备投出席票 我告诉你 不是啊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不会帮麦卡锡的 我真是觉得他们现在 真是在看大笑话 我真是觉得 如果我是萨底子 我真是掩着半边嘴笑 他笑到牙床露出来了 已经 你有没有听过他话 什么呢 不如休息一会 稍后我们讲他经典的 对这帮人的评价好吗 好 稍后见 欢迎大家回到GM恨世界 杰哥 刚刚你讲到有一句经典的话 去形容这帮共和党反对麦卡锡的人 究竟这句话是什么呢 你一定听过的 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这帮人就是猪队友 真的 你展示给全体美国选民看的 就是你们增权夺利 为了个人私利 你们不惜一切 我觉得他们见不见到 现在选民对他们的失望呢 敏儿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其实我们讲政治人物当中 分左中右三派 有极左派有极右派 其实美国选民都一样 这帮人都是选民选出来的 美国有一帮选民 其实都是跟他们的政治立场一样的 其实在一个政治 民主政治当中 我们经常讲 你一定要记得 民主政治一定是有对立 但对立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大家要妥协的 如果你不懂得妥协 你根本对民主政治就毫无认知 在美国就有一帮这样的人 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保守派 我经常都说自己是保守派 但我是不屑于这帮人为伍 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保守派 然后他们不问他们的政治理念 可以怎样才能实现 他们只问我有非常崇高的理念 我有伟大的目标 但他从来不问 那你的目标怎么达到 今次国会这帮人就是了 这帮议员你当选了 这帮共和党的议员 你在国会的职责是什么 你的政治责任是什么 其实我作为选民很简单 你要制止拜登的疯狂的开支 其实共和党的二号领袖 斯卡利斯不是开了八个法案出来的 我们不妨可以听一下这八个法案 其实我们知道这八个法案是过不了的 但是你可以用通去提出 这些明知过不了的法案 是讲给美国的选民听 我们共和党人在国会可以做什么 他们第一个法案是什么呢 就要将拜登那个所谓 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当中的开支 将它删掉 对啊 那个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是以兆计来支出我们纳税人的钱 今时今日我们已经看到 因为他冷法复利 令到我们通货膨胀那么严重的情况出现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再继续下去 其实大家的经济是一样死的 我再解释一句 今年美国经济形势是什么 我们不妨讲一个观点给大家听 是 联邦处处国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为了降低通货膨胀 我们不惜令到美国的经济出现衰退 这个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是 那为什么要去到这么沉重的代价 来讲通货膨胀 之前一路那么发福利 那就是拜登的疯狂的开支 所以共和党人在国会要做什么呢 第一 阻止他们的开支 那固然是不要再有新的疯狂的开支法案 但是以前的疯狂的开支法案当中 共和党可以做什么呢 斯卡利斯说 我们要将这个降低通货法案当中的一个开支 将它减了下来 什么开支呢 拜登在那个法案当中 要准备请8万7千个联邦国税局的特工 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 这帮特工居然是可以带枪的 是 所以你以后可不可以想象 当你的税务 给这个联邦国税局去载 这个复查的时候 是一帮带枪的人涌入你的office里面 说我们为什么来查税 这简直是个恐怖政治来的 是 最关键的是 这8万7千人要使我们纳上多少钱 肯定天文数字 我们出钱请这帮人带着枪来查我们的税 这个肯定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好了 共和党就想在这个降低通膨法案当中 将这一笔开支减下来 好 不要说8万7千人一个都不请 最起码是大幅度的减少 那么共和党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可以的 因为你的降低通膨法案的开支固定了 比如说这个2点几兆 但是这些钱是拨到各个委员会 委员会就拨到国税局 是 这些委员会被共和党掌握了 他们可以在委员会的层面 不给钱你 是 不给钱这笔钱就不用不去 第一你请不到人 第二 纳税人就省了一笔钱 这笔钱可以以后用在其他方面 是 比如说国会修改这个开支法案 将这笔钱用去基础建设 是不是很好 是 所以这件事共和党人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你说要再一个完整的法案 在众议院通过都可以 去到参议院一定可以降低的 但是你知道这些共和党人所掌握的委员会 最大的权力就是 当你撥款给既定目标的时候 你可以不撥 你可以用一万的你又不给他 那好像你说的那些中间选民 选这些共和党的议员 其实都是希望他们阻止拜登的疯狂开支 我就想你做这件事 是不是 其实这个才是共和党 这一届国会众议员你们的责任 那当然他们就有很多很多法案 譬如说要针对中国的法案 那你知道现在在国会 一讲针对中国 共和党民主党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所以那些法案是对于共和党 对于共和党议员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这个降低联邦政府的开支 这个难度最大的 好了跟着 国会一开会期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提高债务上限 美国国债天文数字 但是未够还要提高 因为不提高的话 美国就会出现债务违约 所以在这件事上 共和党又可以做事的 债务上限一定提高的 这件事是无论共和党民主党 哪个都不可以避免的 因为你不提高 等于国家信誉破产 那民主党用什么条件交换呢 什么条件呢 所以你减低联邦开支 是 债务已经这么高了 那我们今天 共和党可以同意你提高债务 但是你必须在这里那里那里 开支 那就可以帮立上省到钱 对 这些才是要做的事 是 你连议长选不出来怎么做 现在只是挂着争权 所以我们很恨一些 自以为自己有偉大的政治理想 有偉大的目标的人 但是从来不去问 怎样才可以达到 等于我在节目当中 说2020总统大选舞弊 不要再提了 你提来没用的 过去就有去过去 不是有去过去 等你掌握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权的时候 等你掌握了白宫的多数权 等你将司法部民主党那班 滲透下去的那班官僚 全部清理完的时候 你可以回头秋后算账 去查2020的选举当中 到底有没有舞弊 舞弊造成了什么后果 到时谁有舞弊的 就抓谁 你现在 比如说今次这个中期选举 阿里桑拿州州长选举 州务卿选举 州检察长选举 共和党全部输了 接着你又说 因为舞弊所以你输了 OK 行 有没有证据 你说有 怎样有 某某选民 某某这个监票员 他说 他见到大量的舞弊 你觉得法庭会不会采立 当然不会 很简单 你这些这么严重的指控 如果没有经过执法部门的调查 没有确准过证据 法庭怎么会采立呢 你为什么要花钱打这个官司呢 2020已经告诉你 只要联邦执法部门不配合你 我们明明见到很多舞弊的现象 都没有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它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注意力 执着地放在这里呢 2020共和党 为什么没有得到预期的胜利 其实现在共和党内部很多人的检讨 包括支持川普人的检讨 你说太多2020的选举舞弊 现在是2022了 选民不是很关心2020的 已经过去了 拜登已经做了总统两年了 我关心的是 现在的通货膨胀 是啊 民生的问题 会不会衰退 衰退的话我会不会失业 所谓经济衰退就是 失业率大幅上升 其中一个标志 那股市再跌呢 我的401k.8 这个才是选民关心的东西 你现在还去说 我们为什么要在国会赢 因为我们要查2020 总统大选舞弊 那中间的选民觉得 关我什么事啊 是 你川普是受了委屈 但是你受了委屈 代表不了我所承受的通货膨胀的痛苦 应该先解决 现在面当前面前 有什么问题应该先解决 没错了 你争取到选民的支持 令选民觉得你是一个有作为的政党 那我下次选民就投票给你 当你获得足够的这个优势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头查2020 这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个办法 一个策略 你连策略都没有 就是我反对麦卡锡 那你要怎样 我要我自己做议长 你怎样才可以做议长 不知道 总之我反对 其实现在距离2024总统选举 虽然说是两年时间 但是两年其实眨眼就过 那应该呢 共和党现在 真是应该好好地检讨一下 他们自己应该是怎样做 令到2024 他们能够赢得这个总统选举 希望是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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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